完全是一樣的樣子 一姐 能解 對 沒有變 不知道電腦運算出來會怎麼樣 其實看到成品覺得蠻驚艷的 我覺得比較帥嗎 本人比較帥 修有沒有想像 600年後自己那個角色會是什麼樣子 沒有欸 我完全是一樣的樣子 一姐 能解 對 沒有變 不老 不老 很在意就是帥氣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他出來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這個棚裡面 真的去演的時候 然後不知道電腦運算出來會怎麼樣 其實看到成品覺得蠻驚艷的 真的 我覺得比較帥嗎 本人比較帥 我把壓力蠻大的 因為那麼成功的一個角色嘛 但還好就是導演說 我們這個角色要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對 我就是先暫時殺白天就好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說要我跟所有的客人打招呼 他說你想像這邊有一千個客人 但就是沒有人啊 對 已經說在拍攝的時候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要想像所有的狀況 可是圓界一定很開心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 然後你根本就是個戰士欸 對啊 其實我就一直很想要演像這樣的東西啊 對啊 就是很科幻 然後我覺得演員應該在很多種劇場演過戲之後 這種環境這種特效的東西是沒有很少嘗試的 所以這次可以嘗試算是很新的一個體驗 而且其實拍攝過程是很嚴謹的 我們不是直接進棚 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排戲 對 然後每一次排戲之後呢 每一次來那個資源就都會發展一些新的武器 因為我不會盡可能的去幻想很多的武器在我身上 我可能把腳丟出去啊 然後自己飛回來 把頭丟出去 導演就說先不要 沒有 後面我得到了一個答案是 因為特效會花很多時間 對 對 所以你還是兩三個就好 曾經有打電動太專心 可能有30分鐘忘記眨眼睛吧 哇 30分鐘忘記眨眼睛 就發現眼睛好痛 然後這樣 哇 好像很久沒眨眼睛這樣子 好